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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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否要說高溫的題目 其實有很多東西要說的 有十七分鐘你喜歡說什麼都可以 我給你一堆東西 等你足夠 抑生菌可以嗎 我說一點抑生菌可以嗎 其實很多東西大家不知不覺 我以為牛奶 什麼牛奶都可以做到這麽多 誰不知就發覺 因為營養價值是一樣的 但是菌吃下去他們覺得不同 所以出來的效果 有時候你不看清楚 好像上個禮拜我不是說納青的 你知不知道接下來很多人就說 未必會真的天氣會影響到 我說行行行 沒問題 不如說說接下來的車用電子車重多少 是 重30%至50% 重這麼多 你知不知道撞車也會 死的機會率多成30%至40% 死的機會大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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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數據 我這個節目就說吃碗麵 又說數據有多少時間就開始 我們今天是有17分钟 17分钟 17分钟 但是就幾時開始 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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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的世界上很重要 很重要 有時候只差兩分鐘 答案都不一樣 所以 其實這個不差點 我可能先介紹給你聽 因為我們有時候播出的內容 有時候會長長短短 我們大概把東西放進去 然後把東西放進去 然後把東西放進去 大概的時間 所以會給你 不要緊 其實我每次都 我想跟你開節目之前 聊多一點點 可以了解多一點 可以省時間 我把那些東西放進去 是的 但是還有呢 還有就是你剛才我還寄過一件事 就是一些不黏底的鍋 那他們的市場就說 你看到我傳給你 不高於某個溫度 不高於50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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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事的 怎麽知道 我為什麽要記好所有的爐 給你看 就是全部都高於500度 除非你 除非你只拿一隻鍋來煲滾水 那就沒事了 煲滾水就沒事了 就是如果你沒有水 用來煎的東西 那一定會過 所以這些就是 這個也有趣 如果放進去 我們不說 這個鍋其實也挺好 我覺得 大鑊嘛 大鑊嘛 你說不黏底 如果電鑊 又會不會好 電鑊呢 電鑊也去到900度攝氏 900度攝氏 所以 又攝氏又華氏 很亂的 電鑊 超過1650度 我看個鑊可能是差不多 你時間 我先放進去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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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他真的離開了 所以我就說 很快 但我跟大家說聲 等我列好數目 如果說鑊 不黏底的鑊 早前 有人說 不黏底的鑊 可能吃了有些問題 那些數據就是這樣的 不黏底的 那些物料 就很安全 直至到你過了500度華氏 或者260度攝氏 很重要 記得 500度華氏 或者260度攝氏 黃色的那些火 平時看到黃色的那些火 1400度攝氏 那真的過了 過了 如果是橙色那裏 就1000度攝氏 如果是藍色那裏 也800度攝氏 所以過了 因為說明 就是不可以過260度攝氏 一直跟著攝氏 一支蠟燭點 是1000度攝氏 平時用gas 即是那些煤氣那些爐 攝氏 就去到2770度攝氏 當舊空氣那些 那如果用電爐 煮東西也900度攝氏 全部過了 因為說明不過得260度攝氏 那煮滾水 水滾是多少攝氏 100度攝氏 那你不要忘記 你會放生鐵鍋 你會放生鐵鍋 或者有一個鍋 用了鍋 再隔開 這樣又會減低溫度 減到多少 都還是有320度攝氏 320度攝氏 或者600度攝氏 但我們就不要用攝氏 因為剛才有列來講攝氏 所以就有320度攝氏 但說明不過得260度攝氏 如果不是那些不黏底的鍋 就出事 那你想想 你不問清楚這件事 就會出事 因為你記得 他說你不要煮那麼熱 什麼叫做不要那麼熱 最低限度 如果你拿它來炒東西 炸東西 那那個溫度就升上去 如果你是拿它來 拿它來開著油 開定了鍋 那你開多久呢 那當然希望它會炸一下 丟一些東西 那那個溫度就肯定過100 肯定過200 變成一個不黏底的環境 它可不可以承受這些 開行曬 還有有時候開定 那你說我家裡好 我要小心點 我在家裡 你出去外面吃 如果他用一些不黏底的鑊 什麼時候會用不黏底的鑊 很多時候就是做些套餅 雞蛋 荷包蛋 很多地方 你一見到這件事 你就沒有喊過這件事了 要懂得去避免 因為不是個個都懂的 政府刊登了這件事出來 但不是個個會跟 所以我講了些數據出來 連鑊都可以變成這麼嚴重 因為不黏底 你不用不代表你沒有吃過 出去外面吃不代表他沒有用到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數據 今天如果我願意去繼續說這件事 另外一個數據 因為現在有時間 數據就是關於用電池的重量 比起平時用電池的電池 就是電池的重量 一定會重一點 因為電池的重量 而納青的承受 承受的重量 當然承受都不好 否則不會經常有洞在地上 不會經常爛 如果將來去到2030年 另外一個數據就說 有三個人裡面 有三個家庭裡面 有一個家庭是駕駛電池的 而這些電池是重一點的 不同的比例 有些車重30% 有些重1.3倍 有些重1.5倍 1.7倍 都有的 那你想一下 除了它的重量多了 又多人類多了 還有就是它的轉數是快的 因為你用電池很快的 一起步也很快 那它刮下去 大概是 那個數據是20-30% 車輪是會洩得快了 另外就是它壓下去地下 那些納青 壓得大力了 又刮得多了 那所以你想一下 現在只用美國的數據 一天裡面 有15萬的 洞 15萬的洞 一年就有55萬的洞 那如果這個數據是 雙倍的時候會怎樣呢 那又什麼會刺激到它 變成這件這樣的事 就是接下來這七年 2023 現在2030年 每三個家庭裡面 有一個駕駛電車 這個已經是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那些天氣 那些問題 也是多了問題 那上次講的那個節目 就是講關於 如果你聞到納青 就記得掉頭走 記得離開遠離的情況 因為納青在那個空氣裡面 對它的身體不好 所以大家要 就是我再給多一個數據 那一會兒開節目 那就變成了 萬一說不完 你們起碼這裡聽到 那如果剛才說到 就是那些牛奶 那那個數據 我就留下了 我就免得 現在因為差不多 它應該是要回來的 那一開始 那我就 我就不說那個數據了 那一看今天說不說 那 開回這個廣告 我先把廣告過來 喂!起床喝早茶吧! 說當下暢所容言 品嘗社長登場領茶 歡迎現場先上先下提問互動 豐富獎品大抽獎 4月29日早上8點半準時沖茶上點心 10點散席 地點Lubry芝美軒 換票每位40 VIP每位60元 前100位預訂可減5元 扣票熱線650808 8888 當活成本面 好來到時間是11點23分 又是吃碗麵的時間 在街上又遇到一些聽眾 就說賀坑 其實你星期五這個節目 明明是吃碗麵的 為什麼又會講很多 和食物以外的一些話題呢 因為我們的拍檔夠全面 他很多時候都會和一些大學 又或者拿到一些數據 分析給大家聽 所以就是生活的 資訊生活的一些哲學 都可以在這裏聽到的 智博師你好 哈嘍哈嘍哈嘍 你好 哈嘍 智博師 在節目之前 智博師 給了很多數據 新聞給我看 今天我們繼續用一個 在溫度上去煮食的時候 會出現一些什麼情況 其實講開如果煮食烹調來講 用回我平時生活 我會煮一下溫泉蛋的 那溫泉蛋怎麼煮呢 就要用100度的溫度 然後煮去大概六分鐘 然後把蛋放到一些冰桶的位置 或者有些冰在那裏 一熱一凍之後 再加上液滯下 完成了這個溫泉蛋 在這個溫度上 智博師你覺得 我這樣煮溫泉蛋好嗎 那如果是保持在100度攝氏以下 多久 但一些食物就熟了 那就當然好了 因為生物現在很多隻菌 走出來 多得很重要 周圍都有人生病 還有就是那些病毒和細菌 全部都是當你不煮食物的沙律 現在CDC也有很多報告登出來 就說很容易出事 所以煮熟的菜、蛋等 去到100度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過了100度 那有什麼問題呢 又不是很大的問題 直至到260度攝氏以上 以上 如果你有一個不黏底的鍋 那就麻煩了 因為不黏底 它根本不能承受 那你怎麼會去到260度呢 就是你開行火 然後放些油 放些薑 放些薑 希望它會爆炸的聲音 開著它 這個過程中 因為火候 火候有時是幾千度 即是幾千度 所以 哎呀 很棒 然後你再放一塊鍋 再放些油 油 油也未必能承受 所以會出煙 未必能承受 你知道 有些人他們喜歡設計 就跟你說 他未煮過東西 所以他會跟你說 你放些材料在牆上 中間的材料有些垃圾位 有些垃圾位 有些垃圾位 沒煮過東西的人 就會說 碎片小粒 中間放了很多東西 你隨便放些油 看起來就不漂亮 不漂亮 所以要一塊鍋 才會容易抹 但是如果是不鏽鋼 像餐館那些 無端白痴 一弄起來 焦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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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難洗 所以 所以 你放一塊石 要選擇什麼石 能否承受熱力 一定是問 能否承受熱力 這些可能是做裝修的師傅 才會有這個知識 分分鐘不是裝修那個 分分鐘是賣石那個 如果他剛好 衰過 不是 最重要是衰過 他未衰過 他會什麼都可以 沒有問題 但他主要衰過 被人罵過 他就知道這些不行 最好就是褲子 不要放這些 會清楚 特別唐人 華人 就會更加清楚 因為經常見到這些問題 蜂腦會掉一些東西 這樣 好了 譬如 如果吃了進身體 會怎樣 上次也說過 油 怎樣要漂亮些 但鑊 有一段時間 每個人都喜歡用不黏底的鑊 每個人都會用 其實我看到還有幾個 還有 對了 2015年 2014年 已經說不准再出 你還有 你還有 為何你還有 捨得丟 但是我也不知道 那個問題在哪裏 哪隻蛋 哪隻蛋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我都學會了一件事 他有時候 就不下下油 其實有幾個不同的派別 例如 低溫的烹調方法 又或者無油煮食 因為可能有些食材 他本身一受到熱的時候 他就會有些油出來 那就可以叫做 不用再混合這麼多不同的油 下去 所以我也開始慢慢用這個方法 這樣會不會好些呢 哲博士 如果說份量 就當然好些 好過你開行它 任由它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試過 試過開行了這個鑊之後 無緣無故白事 有人叫了你 或者你按鐘 開了門 火又繼續開著 因為你沒有想過那麼久 沒有想過那麼久 其實已經是三分鐘 不過你覺得好像很快 但是那三分鐘 那些毒素 進入食物裡已經很重要了 我再說一件事 香港人很喜歡做的 就是去燒飯吃的時候 用石子包著那些 即是雞翼 或者什麼東西 包著它 然後放進火裡 火爐的邊 對 放進去 這樣想著 那些石子就頂得順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那些石子 都變成顏色 變成顏色 你想想那些石子 對 你說是入面還是外面 外面 外面變成顏色 對 石子很薄 它才這麼輕 因為真的鋁的時候很重 用鋁做的鍋 都比石子重重 所以你要知道那個火爐 為何我寄了一個圖示給你 因為我們有對方的WhatsApp 這樣就變成了 我寄了你 黃色的火爐是1400度攝氏 剛才說的 不黏黏的黃色的火爐 頂了招牢是260度攝氏 頂了招牢 都過這樣就出毒了 就有毒了 那你高了它 高了它 或者高了多久 就會出多少毒 毒數多少 還有什麼毒數有時候 例如261度 這樣就少少 但原來去到270度 就另外一隻走出來 這樣 你記得這樣想 1400度和260度差很遠 那就是上面的火 下面有橙色 由黃色變成橙色 就是1200度 由1200度再入少少 就是1000度 去到藍色的火 就容易有800度攝氏 好了 你拿塊石子包著它 那些會影響到腦 以及細胞 還有影響到腎 即人的肌肉 也影響到腎上腺 影響到腎上腺 所以經常累 或者卡住 人明明心很想去 滴起心光去做一些事情 但身體不聽話 再推一下它的時候 跪下來 一個禮拜有1、2次這種狀態 不是 在去廁所 那些人 因為以前用得多 鋁多 去廁所 出多一點力 就進了醫院 這些 很可憐 很多人上年紀 但是原來鋁 是會影響到腦 老人之外 另外 也會影響到肌肉 肌肉 所以燒食 記得不要包著雞翼 放在火牛旁 它受不了 是 趙博士 你講了這個 煮食方法 我相信 在這邊生活的朋友 很多時候 都會趁著這個章末 一起燒食 開派對 如果這個做法 會直接影響到食物質素 或者你吃完 對自己不健康 我們這個時候 先看看 之後再繼續探討趙博士 今天帶給我們相關的題目 一路有樂 分秒精彩 盛島中文電台 你不正收聽的是 AM1400 盛島中文電台 粵語台 我是PG&E的Eddie 如果你在家或者公司聞到煤氣味 請盡快接離到安全的地方 直至聞不到煤氣味為止 然後打911 快速反應人員會到場處理 確保你和社區的安全 成功訓練中心 專辦加州地產牌照貨證 成功率高 還有建築B牌 C10電牌 和C36水牌等建築牌照 相遇受貨 中兵對照 最新試題 網上受貨 路線電話寫5508-1582 或寫5608-4347 梁全輝鐵打師傅 正衣骨身痛症 肩頸背痛 腰腿疼痛 手腳麻痺 梁全輝鐵打醫管 在三藩市Mission街478號 電話 415-819-7669 7000應診 早上10點至晚上8點 6、7、8、查訊 隨櫃千千萬 恩恩No.1 準備好升級你的隨訪尾 記得叫我 恩恩電話 415-919-9999 415-919-9999 文仔 寶出來已經有了 要出來了 又要洗了 這麼麻煩的 哎 過多月就要洗一次 現在太平洋有母親節優惠 不如直接幫媽媽裝個布面 先拆洗大吸力的蒸好洗油煙機 入門款只是6、8、9、9 嘩 這麼便宜 待會馬上買一部回來裝 老公 哪用這麼辛苦 太平洋包安裝包丟舊機 還有十年零件保養多項服務 太平洋三藩市屋輪新移郵專門店 888338833 888338833 8833 收穫成本地 收穫成本地 過過過過比面 好了 真車時間了 今天繼續跟趙博士說一說 關於煮食的溫度 對我們吃了下肚子 或者身體有什麼影響 趙博士你好 你好 何欣 剛才在說女兒 有些人會說 她都沒有著火 沒有著火 沒有著火不代表 不代表有沒有著火 焦了才等於有沒有毒素 兩樣東西 對嗎 當你去到很高的溫度 你的鑊不黏底 那個鑊夠沒有著火 如果你用這個比例 你的鑊沒有著火 但是人們會說有毒素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脫掉一些東西 而當它脫掉一些東西 脫掉一些東西 你的身體的細胞已經受不了 即是死細胞 而它死去哪裏 問題是有些細胞 你弄死它死不去的時候 回來找你 算帳 那就搞到有癌症 有些怪物 怪物也有份 怪物也行通 我們從肉眼 譬如我們真的純粹是 即是煮食 我們都會看著食物 會否焦 夠不夠熟 這樣 其實如果我們說說這樣 我們要測試溫度 當然有很多資深少少 或者某些菜式 我們都會用一個溫度計 量住溫度 煮的 測試一下油 或者一些水 其實如果這樣 我們應該要有些產品 即是那些爐 一邊煮的時候 它可以檢測到 那個爐面 究竟現在去到什麼溫度而煮 你覺得這樣會比較安全 如果你是歐洲人 就不說測溫度 隨便拿一堆鹽 丟下去就是 這些是技術 美國就不同 就是什麼都要量度 是吧 量度到 好像奶粉 奶粉和新鮮牛奶 原來用營養的角度來量度 大家拿回同一樣東西 從新鮮奶變成奶粉 發覺那些營養價值是一模一樣的 用營養的角度 但是是不是每樣東西 都可以用營養來定呢 那就很奇怪了 因為你會發覺 就是當你拿新鮮奶來做乳酪 以及用奶粉 同一個新鮮奶變成奶粉 來做乳酪 效果是不同的 是 效果不同的 效果差很遠 為什麼呢 因為不僅是營養的 還有新鮮奶是有自然的天然的益生菌 當你變成奶粉 首先你抽到它會乾 不然會變成奶粉 然後你還要整熱它 到溫度它才會乾 在過程中那些益生菌就死了 但是營養價值就是一樣在 因為營養就是看營養的 營養不是生菌 所以變成看不到那些菌 但是當你做乳酪 就會分別到為什麼會不同 因為出來的有多稠 有多滑 這些你會吃開口 口感有少許不同 譬如如果你吃很多抗生素 一個人有很多機會會肥起來 但是如果你給牛、豬吃抗生素 第一它會少一些病 如果有病也會有抗生素 但另外剛才牛牛說多了些肥膏 所以他們又多了些肥膏 其實是賣點 如果你用一些市場來說 賣點有肥膏 牛牛那些 對 那個情形就是這樣 你也要想想肥膏的點 肥膏當然是賣點 有向後 但是它怎樣來的呢 很重要 因為如果剩下抗生素 你吃完下去是好吃的 但之後的幾餐便便秘 因為現在那些肥膏的益生菌 全都沒有了 所以質素就要這樣看了 但你不一定吃得出 這樣去令到益生菌的量度方法 我們很簡單 我們現在有很多益生菌的飲品 現在市面上 當然在廣告宣傳 可能因為一支 令到你長度靈活 健康 也有很多保健食品 我們應該是 需要依靠這麼多呢 例如奶淚的飲品 依靠它 當然依靠任何東西都不好 但我們要想想現在 什麼年份 以前手提電話 那些大哥大 是多餘的 除非拿它來賺錢 賺錢 其實是多餘的 但現在沒有它不行 我們不是以不依靠 是已經是習慣性了 你說兇仔 不要玩手提電話 但現在根本上 世界已經變了 你不給它 它反而變得更慢 慢過頭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分別 首先你要知道 大家在吃的食物裡面 有多少討論 根本上很多 除非你自己養 或者自己去 那些泥油換掉 很難避免 很難避免 你要知道自己種的 其實我現在帶出了 好幾樣的話題 煮液的溫度 和食材上面 再加上 抑粉菌這幾個題目 我都相信大家都很關心 和生活上面 都很多時間會接觸到 那究竟我們 如何挑選 或者我們吃的時候 如何吃得 會健康一點 那除了 可能靠一些標籤 趙博士不如這樣 我們下個星期 就 伸延 繼續伸延 我們這個題目 繼續和各位聽眾交流一下 好嗎 可以啊 我們每個星期都見 是啊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趙博士 謝謝 我們繼續看看 各大大學 或者是數據上 有些什麼 特別留意 提醒大家 下個星期 繼續和大家 周門吃麵 下個星期見 趙博士 拜拜 喂 Amy 為甚麼懶口懶臉 哎 經常覺得牙鬆鬆的 那些東西硬一點都不敢咬 真是怕過多幾年要脫光 什麼事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今天看到你說的內容都很吸引 所以我想 也未說完 當然未說完 你看完 你看完香港那裡 對 那裡還有兩小時 還有 沒錯 真的 我也不知道 在這個節目 因為我看著一些時間 一說一些話 我就想著 如果開了一個題目 你收不回 沒錯 你知不知道 但我想盡量 你見我問多了問題 我想盡量有一些位 聽眾聽完會關心我 所以想拒一拒你去那裡 其實我知道 我看到你 其實有些節目 都要隨時才可以有 鋪得漂亮 不 好像我剛才說 我在那個節目 好像你說你看了 你知道現在很多人的鼻膏 有一股酸味在那裡 喉嚨和牙齒 即口腔真的不太健康 塞了一些東西在那裡 那些大家明白 因為是聞到的 有時候不知吃了什麼 熱氣的東西 就有這些問題 是的 但是屎乎味這件事 這不關於熱氣和熱氣 屎乎味是什麼 就是洗完廁所 抹乾淨了 坐在那裡 走開有一股很臭的酸味 即是那些人跟我說 他們搞成這樣 其實這個又很生活化 但如果你說我們怎樣去形容出來 即是很多人都嘎嘎聲地笑 即是一頂不順 即是嘩好笑 但其實認真一點 當他看到我的樣子很認真 好像很專業 因為我見過這些情況 是那些菌 那些菌 那些腸都變了 變了 變了 是變了 其實排出來的時候 如果有那個味道 就知道是多了 它根本上變了沒有人做事 那些東西 即是你平時的食物 要拿出那些食物的營養 放回身體裡 如果你試試拿一塊羊扒 等你三文士等三天 看會怎樣 當然是很臭 特別是熱天時 臭到 受不了 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但簡直是爛肉的味道 你想想 如果你在腸裡 譬如唐人街 三文士我都去過 你聞一下那些坑渠 那股味 就是 我説是屎乎味 就是聞到 有一股少數的坑渠味 在腸裡 為何會弄成這樣 因為少了益生菌去做事 好 不如我用這個基礎 真的說這件事 下個星期再談 好嗎 好 你記得 你記得才叫我談這件事 知道 記得 記得嗎 好 好 再談 謝謝老師 下次再見 好 拜拜